看看新闻吧 今天孩子呢 在四年前 才来到我这个东方直播室 四年前他七岁 今年已经十一岁了 大家好 我叫陈环保 来自南京兰牙路小学 欢迎陈环保 听到这环保的名字 大部分觉得很熟悉 好像在媒体上曾经见过 没错 陈环保的父亲呢 就是大名鼎鼎的 陈光彪 但是环保的名字 好像是你爸爸给你起的是吧 是的 你哥哥也叫了一个 很特殊的名字 我哥叫环境 你哥叫陈环境 对 你爸爸最近 特别受媒体的关注 你知道对他的很多评价吗 知道一些 知道一些 有很多评价 我特别想知道 这些评价对你来说 你能承受吗 你介意吗 不介意 因为每个人 都有每个人的看法 好 那么今天呢 也是四年以后 我们要在舞台当中 再次请出你的父亲 也就是人们 废受关注的 被称为 首善的 陈光彪 来 我们掌声 有请陈光彪 谢谢大家 谢谢 我们的我 我们的兄弟 我们的我 我们的我们 迈克不来 差的 手来自打给我们 我们的我 我们的兄弟 我们的问克迈克不来 这一支神曲就是今年六月 陈光彪美国慈善之行的主题曲 这场跨洋慈善行 可谓怪事多多一波三折 六月十六日 陈光彪在美国纽约时报等报刊 刊登整版广告 声称邀请一千名美国流浪汉吃饭 并向美人发访三百美元现金 六月二十四日 陈光彪在纽约街头 当着众多媒体的面 向流浪汉派送美金 六月二十五日 陈光彪在纽约某酒店举办慈善舞宴 流浪汉拂拥而来 众媒体摩拳擦掌 而事件的高潮则出现在七月六日 当晚陈光彪曾称 联合国在慈善舞宴上向我颁发了证书 我现在是世界首善了 然而不到二十四小时 联合国官方微博就发布了一则耐人寻味的科普帖 暗示陈光彪的世界首善证书实为伪造 因为联合国的英文名称不是United Nation 少了一个S 此帖一出舆论哗然 陈光彪花钱买世界首善的质疑之声铺天盖地 一项以精明著称的陈光彪为何会上当受骗 争密迭起的美国之行有何来龙去脉 今晚慈善之行后 陈光彪做客东方直播室 面对这场怡云重重的跨洋慈善酒 他究竟会作何回应呢 话不说不清 李不备不明 这里是东方直播室 我是诺鑫 本节目感谢交通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陈光彪先生 由于这个证书 他就有了很多的新闻 号称联合国给你发了一个叫首善证书 授予中国道德模范 中国首善陈光彪先生 为世界和平形象大使 及世界首善荣誉称号 2014年6月25日 但是我们后来得知这个证书 居然是个假的 对 当时给我发的时候 我没有怀疑过 后来我只是看到联合国网站 一个披露 说这是假的 我才知道我上当受骗 我三万美元买了一张废纸 发一个证书 为什么要提出 要花你三万美元呢 就是24号下午 一个资源者找到我 说是联合国 那个组织要聘我为 世界和平使者 集世界首善这个称号 他让我给了联合国全球发展基金会 捐六万美元 我说能不能三万 我说这次 我说那你把账号给我 我回去可以打给你 他说你只好给我现金 当时就走路路写个收条给我 当时我就把现金给他了 他说捐给基金会 就捐给基金会了 如果是捐款 我们说有捐款证书 这个我觉得可以理解 但是如果说我需要你捐一笔钱 然后我给你一个荣誉称号 我觉得尤其不妥 我是中国首善 也是亚洲首善 就缺少一个世界首善 我就喜欢荣誉 对吧 我估计陈先生肯定还没有一个 上海首善的一个牌子 你想办法 没有我不能办法 像这个许老师 研究中心可以写的 来我们请出观众来 陈首善 你不要再装了 我感觉这 本来就是你自导自忍的一场戏 你想这么简单一个骗局 你手上有那么多的智囊团 有那么多的助理 你会不知道吗 这个事情 第一 陈总到美国之行 一个助理秘书没有带 就我一个人 第二 我没有一个智囊团 到美国三天那么大的一个活动 就是我一个人 也没有第二个人帮助我 可以随时随地打个电话 来求证这个事情 是很简单一个概念 你说我自导自言 要拿出依据了 必须我能拿出依据了 我就是上当受骗的 说心里话 这一张证书看上去就假 咱们先不说英文部分 怎么可能一个国际组织 给你颁发的证书上面 会有中文的字迹 我不懂英文 是不是单独针对我打成 英文和中文的对照 我要认为假的 我回来不会放在我的微博里面 我如果知道假的 我也不会公布 而且我对那个 所谓陆路的那张收条 我觉得很有意思 那个中文写的是歪歪扭扭的 这显然不太符合逻辑 当时这周路就写个收条给我 你没报案了 后来报案了 后来通过华人的朋友找到这个周路路 他说 给我办法证书这个老外呢 叫唐什么修 给他一万五 他已经用了五千块钱 还剩一万块钱 后来也愿意等我哪天到柳越去 给我当面赔礼道歉 过占百出的证书 粗略简陋的收据 情意骗过了陈光彪 假证书事件 最终只能与双方资料收场 然而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由美国媒体爆出 陈光彪没有兑现 邀请一千名流浪汉吃饭的承诺 他的慈善午夜 只有两百名流浪汉进入现场 而这些流浪汉 也根本没有得到陈光彪承诺的 三百美元现金的救助 陈光彪的爽约 激起当天 众多纽约流浪汉的不满 声势浩大的慈善午夜 为何大幅缩水 不惜重金刊登广告 陈光彪最终为何出尔反尔呢 陈光彪现在你看过这段报道吧 我看到过 你看到过 他的描述 基本上属于事实吧 一千个流浪汉 为什么后来是来了三百人呢 饭馆可以放三百人 这个草坪上面可以放七百人 那正好是一千人 那么后来 到二十四号的上午 他们餐馆 加到警察局和消防局的通知 这个草坪上的就餐 全部取消 七百人是警察局取消的 和消防局取消的 而不是我取消的 那天去的媒体 国际的媒体 至少有三百家 但进去的媒体 在一百家左右 为什么呢 那个餐馆啊 当时只能容了三百人 媒体都进不来不了了 我现场取消了一百人 现场就有两百个流浪汉 那么现场呢 大概有一百多家媒体 外边呢 还有 我估计可能有两百家媒体 全球的媒体 在外边就采访 有一些没拿到 钱的流浪汉 这家媒体是在外边采访的吧 但你认为他说的是不是事实呢 陈总讲的时候 我非常吃惊 你说餐厅里面 只能坐下三百人 你为了让媒体进来 你请了一百个人出去 我觉得首先我们要搞清楚 慈善的目的是什么 慈善是为了救助 而不是为了让一百个媒体 有机会采访你 我先请出一位美国朋友 据说呢 他是从美国来呢 他知道你这个事 他觉得他有必要 站在美国那里啥 对你这个事有一个评论 这个人叫Jason 来 有请Jason 大家好 我的名字叫Jason 我来自美国的西雅图 Jason 31岁 美国人 反对陈光标暴力慈善 你听完这件事情 全过程以后 你有什么样的意见 可以当面跟陈光标先生进行交流 我们在美国 我们最大的这个意见 要问陈先生 本来说要给他们每人三百块美金 但是后来呢 就是不给的 然后就是让了很多没有钱的美国人 心里不舒服的 因为一般你说到会做这个 以后要做到的 如果不做到的就是 肯定很多人会不开心的 每人三百美元 我已经付给了美国那家救助站 并且救助站也把美人的三百美元 九万美元的收据也开了给我 据我现场看到 在外围来的流浪汉 大概有几千人 我不可能在那个场外 那么多几千个流浪汉 每人去再发三百美元 救助站不让我美人现场发 我哪怕你现场 让我发几个一色一色也可以 我们为什么给这个救助机构 而不是给他们 因为有些流浪汉真的是会用这个钱 去做不好的事情 因为我讲得很清楚 我今天送三百美元给你们 不是让你们买酒盒 不是让你们买毒品 他不让我现场发 所以我也是表示 尊重救助站的这个意识 我问一下这个Jason先生 就是说在美国 有没有一下成功标签的这样的事 找一千人 每个人发一百到三百美元 这样的事有没有 给很多人一些钱一般不会的 不会的 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是吧 对对对 当场发现金不太可能 对对对对 找一个人发现金更不可能 对因为这种方式 我们觉得可能是有一点暴力的 我不知道如果这边是有 我们带来了一张照片 你可以看出来这个人的表情是 不开心的 心里肯定不舒服 有一点感觉像 你可能在鄙视他 或者觉得这个人太穷 我必须让这个人拿这个钱 这张照片因为报道的比较多 陈光彪柳纽约街头给流浪汉钱 流浪汉拒收 那么这位先生呢 他不是流浪汉 他是街头卖小商品的一位美国人 我说我买两个 给你一百块钱就不要你找了 我带着微笑 双手给 带着微笑 第一第二绝功 双手给他 没有报理 你看报理吗 我是很尊重他 要买他的小商品 他可能不是流浪汉 但是呢 他说一个是十块钱 你说买两个 我多给你 你看他的表情 还是心里不舒服的 因为这种行为是有一点像 看不起他们的样子 或者是像我 我看你这个样子 在这边卖这个 你肯定是个穷人 这件事出来以后 我想听听三位嘉宾的意见 这件事 陈光彪有没有责任 或者说他做得很好 完全是水土不服 在我看来 你这所有的行动 包括你的所谓的 这几十万的慈善行动 我看下来不是慈善 是为了你打造一个 国际形象大片 而且这个大片 是三百多家的 国际媒体 来帮你全方位的制作的 所以我觉得你这是一笔生意精 不是慈善 这笔生意精太值了 几十万美金 可以能包装出来一个国际形象 值 可是我的意思是什么呢 有没有想像第二个陈光彪 拿出这么多钱 去帮助困难的人群呢 没有啊 徐老师 有很多类似陈总这样的慈善家 这里面就是涉及到什么呢 就是说 不管是张扬的也好 或者是低调的也好 要就是说多元的一种这个包容 是吧 那么我觉得这样的话就对中国的这个慈善文化 慈善行为是一种推动 是出镜 我认为也是最重要的啊 就是这个效果 简单的吃一顿饭 事实上是没有办法解决贫困问题的 现在来看 我觉得有很多可以要打问号的 如果是一个慈善行为的话 我们是希望它是规范的 持续的 有效果的 承诺要捐三百美元 给这些流浪汉 承诺捐赠 它是有一定的约束力的 这个慈善行为本身 它的规范性是有一定的问题的 今天我们要来了 我们有很多网友呢 希望有一个发言 我们也听听网友都说了些什么 大家好 我叫苏龙妹 大家都叫我苏阿姨 我认为高调慈善没有什么不对 只要做慈善 高调的不高调无所谓 足备有些人 打个做慈善的旗号 一毛不把来得好 今天我就是支持你的 感谢第一个女士 对彪哥的高调慈善 给予支持 向你彪子感谢 来我们再请一位在线的网友 我不是完全同意 朱阿姨的观点 陈光彪 你在国内住户秀无所谓 但是你丢人丢到国外去 又要买人家纽约时报 参成六十年代的衣服 唱歌无音不全 没错 这都是你的自由 我们没有权力干涉你 但是你绰绰打着中国的名片 什么中国手上 什么中国最具有影响力的人物 那实在让人不法接受 请你做了有点底线 当你去指责陈光彪 一个做好事的时候 首先要问的 你自己做了哪些好事 如果你自己没有做 你没有资格来批评 批评我 或者批评那些做好事的人 我不同意 我觉得慈善也好 帮助他人也好 不取决于我用了多少钱 去做这件事 而是我有没有这个心 去帮助别人 我觉得这更重要 陈光彪这个行为 在美国之所以引起很多争议 其实跟他在国内 经常这么发钱有关系 他已经发出习惯来了 对吧 你看我们有一张照片 是两年前 大概在云南的银江 你看非常著名的一张照片 每个人发多少钱 在这个村子里 这个美人也三百 我只是想再问一下 如果请那么多媒体过来 有些人可能是不喜欢 所有的人拍他们的照片 反正我知道 只要是拿到我钱的人 被我帮助的人 那都是开心和快乐的 你看到我们的图片 有一个人画了一圈吧 这是当时这个村里的村民 离你最最近 他来了 来得更好 1500万元人民币搭起钱墙 16吨百元人民币 围成三面钱墙 重金轰炸眼球 一则是镖哥式慈善的核心武器 而在这张广为人知的 银江递针的相片中 受住者手举现金 簇拥在陈光彪周围 他们究竟是自发举钱 还是陈光彪刻意安排 节目组集经周折 联系上照片中的一位村民 作为受住人 他将到处现场 哪些实情 对于举钱拍照 他又会持何观点呢 好 那我们就请出这位吧 这位就是来自于银江拉蒙村的一个村民 他的名字叫金小四 来 有请 金小四 云南银江县拉蒙寨村民小组长 照片里这个人是你 是 是你是吧 是 我是在七年我才见到这张照片的 拿到钱和没拿到钱了 一起挤起来 你像他回忆一样的 举起来看你那张照片 绝对不是我刷的 是媒体骑红的 媒体刷 大家拉起来跟彪哥看个影 你看个这样照片 这个照片在媒体当中被灯载出来以后 你内心能不能接受你在照片当中的这个形象 真的 我想说一下 就是发了钱以后 照了照片 还没有得到我们的同意 就这样公布了 如果是陈先生那边的话 我真的感到很难过 如果真的要把这样的照片 把我们老百姓这样公布出来的话 真的感情我们很自卑 你不能够接受这个照片 不能 不能接受 陈光范先生 如果媒体记者当时发这张照片的时候 和你提前商量 正从你的意见 你能告诉我实话吗 你同意这张照片见报吗 那么如果我看到这张照片 我不同意他们见报 我只能告诉他 我现在你可以发 每人现场我发放给多少载力 那你怎么去解释你在美国纽约 邀请的一百家媒体进入到餐厅 向那些流浪汉发钱的这个行为呢 在美国你可以看照片 哪张照片是我陈光范亲自发的 我没有发 好 我们再有请一位 来 做自我介绍好吗 大家好 我是第一财经的编辑 叫杨一 老师好 你好 杨一 因为我本身其实一直很关注您的一些消息 我们看到其实国内很多媒体 对您这个之前都有一些深度的调查 您应该是在采访的时候 说您第一年之前 已经这个捐了不下15个亿了 但是他们后来有查过您的这个收益 说您当时这个公司的收益 是属于这个亏损的状态 所以我是很好奇 就是如果您这个公司 是处在一个亏损的情况 您拿什么来捐这么多钱 第一 我江苏黄浦再生资源公司 从来不亏本 我没有一分钱负债 我在上海 广东 北京 我可能以我其他的注册的公司来做 我没有必要向媒体公布 那我再给您说第二个数字 说您曾经给这个叫做 中国青年基金会捐款800万 我们其实在这个来之前也查过 就是实际上到目前为止 没有中国青年基金会 当时我的口误 实际上叫中国自愿服务基金会 全称 这个基金会第一 是800万一分钱不少 你可以马上去调查 800万不少 但这个机构是如实存在的吗 结果肯定存在 当时我的口误 这是我的错误 是我的口误 他认为他说这是狗误 陈光彪 与一句口误回应记者的质疑 而栏目组也注意到 陈光彪对于自己的慈善行为的态度 经常发生微妙的变化 8月23日 陈光彪发布微博称 自己将接受 破遍全球的冰桶挑战 最终目的是让世界关注舰斗人 此日 有媒体爆出 河南受汉群众反对挑战冰桶 呼吁节约用水 最后不久 陈光彪又发布微博称 自己要做冰桶挑战的终结者 反对浪费水资源 我觉得公众和媒体的质疑 可能还真的不一定是他们想象出来的 因为确实有太多太多的疑点 那么我认为呢 我们有必要告诉电视机前的观众 如果出现了毁捐或者是诈捐 有没有什么法律责任 合同法规定 书面的捐赠协议不得毁捐 口头的捐赠 如果有证据证明的话 恐怕也是不可以诈捐和毁捐的 受证人是有权利向法院提起诉讼 要求我们的捐赠人 来支付你承诺的这样的一个捐赠行为 我今天就是拍着胸脯 对着上海东方卫视的视频说 在网上传播我所有的负面 所以责疑我的 所以诈捐的 只要有一个何时一个 陈光彪愿意捐赠 向他指定的地方捐赠一百万现金 祝您这句话 今天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我告诉你 今天我就给你找了这勇夫 这位先生来自安徽的富养 所以他据说是有真凭实据 说明你有诈捐 2013年3月21日 农民江兴志在北京王府井大街高举标语 指控陈光彪诈捐20万元 并要将其告上法庭 今晚江兴志来到东方直播室 正是为了当面向陈光彪讨个说法 我现在就上场街坊你 一边是悬赏百万 自证清白 一边是当街举牌 控诉诈捐 陈光彪和江兴志 究竟谁在撒谎 2013年3月21日 农民江兴志在北京王府井大街高举标语 指控陈光彪诈捐20万元 并要将其告上法庭 今晚江兴志来到东方直播室 正是为了当面向陈光彪讨个说法 我现在就上场街坊你 一边是悬赏百万 自证清白 一边是当街举牌 控诉诈捐 陈光彪和江兴志 究竟谁在撒谎 本节目感谢交通银行 独家冠名播出 你为什么说陈光彪先生答应给你20万没给 这是去年元月份左右 我孩子有病 在太阔我们县人民医院住院 完了那个好心理张艺东 他就帮我儿子走太阔医院 弄到我们安慰审 安利医院去治病 当时就住院费交不上 好心理张艺东就说我江峰爸爸你不要担心 我想办法给江峰救治 我去求助别人 后来就入院里交不上钱 我孩子就出院了 帮孩子送到家 我下午就出门走了 去打工 我到北京干了没有几天活 好心张艺东说江峰吧 这个江峰有救了 陈先生说答应给20万 一直到现在我连一瓶凉茶的我也没见着 这20万跟凉茶有什么关系 他是给江峰 捐的是这个20万凉茶 不是20万现金 张艺东是打电话叫我回来 他说你想办法找你辞联系 推销这个凉茶 喝凉茶能治你儿子的病是吧 他不给现钱 他给的这个凉茶叫我回来推销 你儿子什么病啊 血油病 怎么回事 没太听明白 这陈先生 你见过他吗 你没见过他 我跟他没见过 你可以问他自己 是没见过吧 是我是没见过 你没见过 那你刚才说张艺东是什么人 他是走晚上查到江峰的病以后 他是个好心人 走我们县医院帮江峰弄到这来了 那你见过这个叫张艺东的人 张艺东我见过 他到我公司门口下柜 说要帮助那么这个江先生 他家小孩有病 因为我这个每天找我求助的人 太多太多 收到求助信一天过百分 每天上我们求助的一天 正常二十个左右 我说不是 是不是每个人找到我陈光标 我都要去帮助他的 张艺东呢 到我的门口跪的就不走 跪的就不走 我说这样吧 我说我刚刚生产的陈光标 好人排凉茶和暖茶 给你二十万的货 你去能去把它自己消掉 这二十万你拿去帮助 所谓的这个江先生 我说你叫我给献钱 我没有这个献钱给你 捐献钱还是捐物 这是陈光标先生的这个权利 他决定捐给你二十万这个 粮茶那也算他一种这捐子 你不能否认这一点吧 不是你这个捐粮茶 给捐钱就不一样 他去捐粮茶 我是一个老白钱 我怎么去推销呢 我感觉的是这是 他是骗我们老白钱 叫我们给他推销 张艺东说给你的几万块钱 帮助你解决的几万块钱 有没有 腰对吧 对 张艺东是一个穷小子 他走外边拉着一个企业家 还帮助他的几万块钱 这个不是 这是他想办法捐钱 是我们镇政府 权利党员 最后让我气愤的是什么呢 跟他在北京街头 去拉横幅 说我和张艺东都是骗的 是不是你在北京一个街头 是在汪汪汪汪大街 我一个打工的朋友给我弄的 给我待一会儿打工 就是这么多年了 也是气不饭 他就是大钱 就是哄你玩的 逗你玩的 没找我喝时 你不要把我名的也测进去 你答应给张艺东这个 20万给江鹏治病的钱 张艺东来的秒 我答应了 我能叫张艺东过来 现在张艺东这么关键 我们得把张艺东给敲出来 炸银不是我是陈光标 大家好 我叫张艺东 我来自安徽合肥 张艺东 32岁 安徽及草根工艺人士 在江新智所说的炸银事件中 张艺东是一位关键人物 2013年 在得知江鹏的病情后 张艺东找到江新智 声称愿意为江鹏寻找善款 不久 张艺东便告知江新智 陈光标愿意为江鹏捐款20万元 据记者了解 张艺东与陈光标 此前素不相识 他如何做到 让陈光标承诺捐款20万 20万元捐款 又为何变成20万元凉茶 在张艺东和陈光标之间 还有着怎样的纠葛呢 您这是打扮 是您的专用的行头是吗 也不是 因为怎么说呢 这个我比较崇拜雷锋 也比较喜欢雷锋 雷锋也是我今生唯一的一个偶像 陈光标先生都能穿着服装走到纽约 我为什么不能穿着这种服装来到上海呢 江先生跟陈先生二位呢 说你把他们俩都欺骗了 这个事情经过是怎么回事呢 就是说这个江鹏 是我们安徽太和县 一个农村家庭的孩子 他得了这个疾病呢 有20年瘫痪在床 不能动 母亲也没有了 这个爸爸呢也在外地打工 我们当地媒体把这个新闻报道出之后 作为志愿者 在第一时间赶往江鹏的家乡去看望他 看完这个孩子之后呢 在当时我就下定决心 一定要想办法把这个孩子救了 让他站起来 我就把这个孩子接到省里之后 送进了我们安徽省的省力医院 中院之后呢 医院给出结论 说这个孩子是血有病 说孩子的关节已经坏掉三个 想改善离这个卧床不起的这个现状呢 必须要换掉关节 想要做这一系列的手术 大概费用就要40万 当时我们手里就几万块钱 没有钱 怎么办呢 当时我就想到了 我的第二个偶像 也就是中国手上陈光彪先生 我觉得 为什么会想到他 因为也是他的高调 给我带来的这种想法 我觉得我如果能找到他 他会对家乡父老乡亲 伸出援助之手 经过多方联系 我联系上彪哥 到南京之后呢 我是满怀着希望去的 去了之后呢 完了彪哥当时不在南京 他说打电话说在四川 等第二天呢 再打电话又说到云南 其实当时我是救人心切 非常着急 我就觉得彪哥当时不诚实 跟我撒谎了 肯定是躲着不见 作为慈善家 作为这个中国的公益代表 我觉得彪哥应该见一见我 我这一趟来 我说他如果见不到彪哥 我不能回去 后来还是见到了 后来也见不到 他不在南京 公司员工也说不在 你怎么见到城光彪的 当时我是被迫无奈 在城光彪公司门口下跪 我当街一跪 1月17号 还很冷 我穿着羽绒服 我就在他公司门口下跪 一跪跪了五个小时 但是他一直就见不到这个人 我就在想 你是真善还是假善 你是真不在南京 还是假不在南京 我并不是说找你城光彪 一下拿多少钱 我只是想觉得你是个名人 能够通过一些其他的方式 也许你的一个主意 就能救一个一条命 下跪的时候有作用吗 没有见到他 没有见到他 我病倒之后 媒体就报道出来了 说什么都有 有骂我的一只炮轰 说我道德绑架 逼绝 也有说城光彪不厚的 这个见死不救 但当时彪哥呢 在电话里头 给我打 晚上8点多打了电话 他说现在我在云南 明天下午才能回来 回来之后呢 你到我公司找我 他说举行新闻发布会 电场有五六十家媒体 我说的那好 那我就去了 去了当天这个活动呢 也就是他儿子弹钢琴 我呢在现场就有几分钟时间 就讲述江鹏的过程 我就以为能够得到 国内很多媒体的关注 大家一起呼吁 就一个人不成问题 媒体说的 彪哥愿意给20万块钱 凉茶让我拿回销售 但是我我就愁 给这么多东西 关键是我怎么拉回安徽 你不要拿这个货 你只进哪家给20万的 我安排我公司的车 送过去 拉回销我放哪 我都不能睡大街天看着 你给我这么多茶 我也不懂经商 我怎么卖呢 我给你20万块钱的货 你没有卖掉 你不能怨我 对不对 但是你要先找到卖家 有买的 你再拉走 他当时这么说的 没有任何一个家企业 站出来愿意要这个茶 本省的媒体一直泡红 这茶不行 卖不掉 炒作作秀 那后来这茶怎么卖了 茶一直没有 没卖不出去 一直在喝的 平方苗那公司里面 对 就一直在他那放着 无论是做慈善的人 还是希望被关爱的人 我觉得都过于的暴力了 刚刚我们美国有人说 这个暴力慈善 在我理解就是一种心理暴力 那其实张一东你的做法 我认为也是一种暴力求助的行为 也是一种心理暴力 我也挺难过的 也挺遗憾 江峰的事一直也是我的一个结 心结 因为怎么说呢 我没本事 没有钱 但是我觉得我尽力了 我倒是觉得 在做公益慈善的时候呢 我们经常讲一句话叫同理心 你们有没有同理心去想一想陈光彪 因为这件事情对他来讲 他其实是一个捐赠人 你们用这么大的压力 媒体这么大的压力 来去要求他做这样的一个动作 我认为这个同理心至少是不足的 当时我的难题很大 网络一质疑声谩骂声一片 随时那一个爆炸新闻又出来了 彪哥要公开奖励我人民币80万现金 当时我就自己都感觉到今天回想起来 我都不理解 20万块钱查没拿到 完他愿意奖励我80万 谁跟你说他奖励你80万 彪哥当时 他当时奖励之前说有个约法三章 一个呢不能拿这个钱去做慈善 二个呢不能拿这个钱去救江鹏 因为这两个事是出在同一个月 完了这个三呢 就是说没使用五万 要做个表给他汇报 他给了吗 他给钱我没有要他这80万 当时为什么考虑不要呢 我就说你看 这个时候我是因为下跪 才跟城管比较相识的 那你说我把这80万领回去了 这国内的网民 大家怎么看 都不更得骂我们 说我交上个大佬 就这都这么骂 是他们要是吧 是他们要 我非常不理解春总 一边是一个孩子要救命的 他瘫痪在床要救命的 一边是你对一个这个 身患重病的一个孩子说 我借你80万你去创业 我真的很不理解 你不理解 能到我公司去做个两天 可能就会理解的 你不觉得生命比一个创业要重要吗 一天像深重这个 什么北雪病需要救助的人 我不跟你说吗 一天平均一天至少20个找我 是不是20个找我 我是不是民政部财政部 我都要 那么我问一下 你选择救助的 有没有标准或者指标啊 有标准 什么样的标准 就是对于选中送炭的 必须需要马上就要救助的 我能尽我自己多大能力 我会做多大 那张一东创业的问题紧急吗 迫在眉睫吗 好 我不需要您回答 张一东 我很想问问你 此时此刻 你觉得你用这种很强势的方法 在当地去募集一些捐款 今天看来你认为有问题吗 走到今天 如果这个事 针对这个事来说 我觉得是我错了 我错错在哪 其实这一切后果 一切麻烦 我觉得都是我给程光表带来的 我在帮一个人的时候 伤害了另一个人 我觉得这一点 我当时没有考虑 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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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到的问题的关键 我想趁此机会 问一下这个江先生 对于你在北京拉横幅 说我和张俊东的诈捐 骗的 你现在认为 该不该 为我和张一东 当面做一个 赔礼道歉 我认为是不该 答应我了 给我这孩子治病的钱 一直到现在 没有承诺 我当时就是很气愤 在这么做的举动 这个陈先生逼着 他向你赔礼道歉呢 我觉得可能 对于一个父亲来说 也是有点痛苦的 因为呢 你还没看到 他的儿子情况 也许他 你看到儿子呢 你这个要求 可能也会收回 那问一下江先生 现在你的孩子 情况怎么样 我去年回家以后 我跟他买个轮椅 我今年到现场为止 我一年 快一年半 我没见我儿子 没连见他 为什么 我看他我就开心 我不能看他 今天呢 其实我们也 把他儿子呢 从安徽也给请来了 来 有请江鹏 爸爸 别在乎的事情 别捐了 大家好 我叫江鹏 来自安徽抚养 江鹏 24岁 血有病患者 瘫痪20年 江鹏对父亲的 这种作为是不太同意的 是吧 对 你认为你爸爸 这是在逼捐 对 现在身体情况怎么样 这个 我现在身体 还可以啊 挺好 然后你就不希望 在你旁边 陈旁边 现在给你点帮助 让你能够做个手术 能够变得更健康一些 希望是希望 可是 所以你不能 对于张先生 我还是非常感谢的 但是你以这种 逼捐的方式 我不能认同 让我们父子 背负了骂名 我也很希望 自己好起来 但是以这种方式 捐的钱 我用了一辈子 也会心里不安的 江爸爸在这里 不要太消极 第一 现在张一东 显然没有销售着 20万块钱 凉茶的能力 那么也就是说 江鹏 他依然是一个 需要救助的孩子 我相信电视机前 会有很多好心人 会帮到他 会给他支持 哪怕只是一个 语言上的安慰 和拥抱 我觉得这多叫慈善 江鹏不同意 父亲和张一东的 做法 认为 不应该以逼圈的方式 来帮助自己 而江新智却认为 陈光彪 只是以慈善的名义 在推销两场 此时 正在后场的 陈光彪的儿子 陈环宝 听到了这一切 已经离场的他 希望重返现场 面对别人 对父亲的指责 他又会作何感想呢 你都听到整个现场 对你爸爸的各种各样的 质疑了是吧 基本上都听到了 这些质疑你非常知道吗 不太知道 你父亲跟你经常说的是什么事 他就说让我 就是要多做善事 我问一下这个陈光彪 坐在你身边的你这个大哥哥 是我那小儿子 刚才我一上台 你爸爸让我给他赔礼道歉 你认为是我做的对 是做的错 你爸是一个模范人物 跑到美国去都捐几百万 我儿子是个中国人 一块凉茶都没见到你爸爸的 向他求助的人有很多 如果要是他每一个 都去帮助别人的话 那他现在早该破产了 我跟你说今天我们觉得 这个话题有探讨的 所以这个 这个意义就在于 慈善本身就是帮助困难的人 几乎产生了很多怨恨 人与人之间应该得到 同情的关心的信任的东西 到最后都不信任了 他一定承诺给我了 这个承诺 以你所理解的承诺 不是这个一样的呀 他是一个名人 是一个慈善家呀 他一定承诺了 现在问题就是说 他是一个名人 要对所有的困难的人群 没有这样的承诺 江帮爸爸 我来替你讲 我们经常会说慈善 到底应该以结果论 还是以动机论 从结果论上讲 绝大多数人都认可 陈总是确实捐过很多钱的 真金白银拿出来过的 但是从动机论上来讲 大家都在质疑陈总 今天我们忽略这个动机 不计 我们先来看一下 一位是高调慈善 一位是高调救助 但是对这样 江鹏这样的孩子的救助 是不是及时的 是不是有效的 是不是足够的 是不是真正帮到他们的 这绝对是值得质疑的 现在做慈善 非常难 做好慈善更难 我想再补充一句 做个好人更难 能坚持 常年做好人 难上加难 真正有活力的 真正有希望的慈善 是在身边的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 都很难成为道德楷模 你觉得他离自我距离太远了 道德楷模 离我们很多人都太远 包括我们在座的很多人 都不可能 就不会去努力去触及这个 必须得给我们一个 伸手可及的慈善 我看到需要帮助人太多太多 我的高调来唤醒 更多的富人的人生价值观 财富观 这是我的归根的目的 你会介意孩子像你一样的 所谓的高调的 像世界上去宣扬这种慈善 当然我希望培养我的孩子 能做我的接班人 也像我这样 同时赚来的钱 也希望他能像我这样高调 我也说过 哪怕捐两毛钱 也要大声地刷出去 刷出去的目的 就是能感染 带动更多的人做好事 这就是我对两个孩子的要求 环保同意你父亲说这话吗 我以后要是做善事的话 我就是不像他这么高调 只要你两毛钱 世界知道 你觉得这句话是有问题的 是有些问题的 来 我们请出观众来 说说他们的感受吧 做自我介绍好吧 大家好 我是上海的本地位大学生 彪哥 今天我过来就是来挑战你的 彪哥 你说过 高调砸钱是为了带动大家一起做慈善 但是大多数的人 不像你那么有钱 他们没有能力 也不可能砸那么多的钱去做慈善 我今天就是来给你下一个挑战书的 彪哥 不砸钱 你还能做慈善吗 对 慈善的概念 我们老被误认明是给钱 慈与善这个词 本身没有一个字 是跟钱有密切相 彪哥 今天告诉你 不择钱 完全可以做慈善 我可以请求上海东方卫视 跟着我 看我不带钱 或者拿很少的钱 能不能去做慈善 2014年7月21日 陈光彪在个人微博上发帖 宣称彪哥没钱 照样做慈善 并征集南京当地的求助对象 相约不见不散 一时跟铁树签 需求花样百出 发帖80小时后 节目组赶赴南京 在陈光彪并不知情的状况下 准备了一场突击谈判 但是 在陈光彪并不知情的状况下 准备了一场突击谈判 在陈光彪并不知情的状况下 准备了一场突击谈判 让你们纠纠了 让你们纠纠了 让你们纠纠不好意思 我认为带动了很多的富人 好 那这样子我们就把这次的规则 跟你说一下 就是彪哥 我会跟您解读一下 这次我们的一个规则 我们明天的一切费用 都是由我们节目组提供的 有限的经费来完成 您所要完成的慈善挑战 我会没收您的钱包 点包 还有您的银行卡 银行卡 而且不能由您的员工来费用 您只能用这么有限的一些经费 去完成明天的任务 可以吗 那您说给我钱 我想问您给我多少钱 那您希望是多少 我的吃饭费 我认为有个三五十块钱 最少的 起码最少要三五十块钱就够了 那明天主要的任务是 我们要完成这三个挑战 可能这个帮助的同时 也可能会有一些费用的产生 这也包括在这个里面 您觉得可以吗 可以 小时候我妈妈就跟我说 我这样的人哪怕 给我拴在舌头上面都握不是我 哎 身上不带钱到哪去 我身上不带钱不带卡 我告诉你 我现在出去 出去一年都握不到我 吃饭费到哪都免费 好 好 那这样子 表哥您在这边 请签个名 还怎么还叫我签名干什么呢 这是一个 慈善挑战同意书 同意一下 四项就刚才你同意了几点 对 我刚才说的那五项内容 啊 好 嗯 那表哥还随身带笔 对 我喜欢用这个毛病自弃 再乖一点 自弃 21日 好 好 那四位 教哥明天能够顺利完成任务 顺利完成任务 好 好 好 早上好 早上就来了 今天还睡着呢 表哥 打热你坐起来 哎呦 打热你坐起来那么早 哈哈 阳光的脸 紫色的脸 北看不厌 去年不会拼回那个四大美男吗 这是我们今天的一天的经费 这怎么那么销的里面是 里面是欧云啊 里面看成了多少钱 我认为你肩膜组吗 最起码给个慈善家 拿个三两万块钱要给吧 给我五倍块钱 这我没想 哈哈哈哈 一共五百块钱 看你今天能够用这点钱 这五百块钱让我帮助三个人 是 哦 哦 应该躲锅一点 躲站住一点 嗯 标哥有五百块钱我再强调一下 嗯 就是您不可以使用您自己的私车 全部使用公共交通 没有助力帮助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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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打算怎么解决您的交通问题 交通看有地铁就坐地铁 有这个公交就坐公交呗 那人家零 零钱不花钱吗 那我还是骑自行车呗 骑车 对我每天上海班都是骑自行车嘛 今天南京的温度可快三十九度了 您骑车 留点看减肥嘛 我现在总要有点有点胖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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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个 这个温规公寓的一个事情人 嗯 他是南京玄武红山化来公寓子弟学校的陈老师 他再三强调具体经验一定要见面才能跟你说 here right now yeah yeah wanna scream from the top of my lungs wanna show 我是南京玄武红山化来公寓子弟学校的一名暑期的志愿者老师 昨天正好在网上看到了春光标发的一条微博 呃 我心里面有这样一个很大的很很迫切的一个愿望需要实现 我来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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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是青山党啊 我是陈老师 你好你好请进 我爸是本家了 哎 本家本家你好请进 请进 你好你好你好 以前只是在电视上看到你 今天终于能见到你本人 非常自动 到现在难以相信很难相信 你不知道 第一个给我申请的是一个小学老师 我估计他给我申请的肯定是帮助学校的教学电脑啊 电子化教学啊 等这些器件 这个农民中主地学校现在 现在您最大的心愿是什么 实际上呢 这个心愿呢 也不是我个人的一种心愿啊 是我们学校的 两位学生的一个心愿 学生正好 听说你今天 今天来很高兴 一大清早就在教室等着您 好 多少学生啊 今天主要是两名学生 这两个学生啊 对对 来 学生 这个是陈叔叔 好 两位同学好啊 这个位是谁啊 雷芳 雷芳啊 我和雷芳的区别在哪里啊 他一出门就是好戏火车 你是走到哪里 哪里我碰到 考试火车 对 我考试有多少 有几火车啊 他有一火车 你就是两火车 好 来 走 走 那我想听一下这个 你们两个的梦想是什么 梦西先说 我想要一个洗衣机 洗衣机 想要一个洗衣机 洗衣机 你 我想要 滑板吧 滑板 嗯 就叫滑板 滑板 滑板是干什么 没深苦 没有 你要滑板 嗯 断你身体 嗯 是不是 好 你要一台洗衣机 是不是 还要什么 没有 就要这一个 好 那我先问孟琪 你为什么要洗衣机啊 因为洗衣机 我妈妈是一个公司的洗碗工 因为我妈妈不是 不会写字 也没上过学 然后呢 家里的洗衣服 还有做饭 还有打扫家 都是我姐 我说我在做作业 她在洗衣服 她就总是 总是叫我去帮她 就我就是想多学一点 她总是就让我 多帮她一点 她总是不想干家务 对吧 她也想多学一点 我说洗衣机 我今天带的钱呢 谁想这个钱啊 带的很有限 电视台接不住 就给我五百块钱 还不是帮助你两个人 今天要帮助三个人 五百块钱帮助三个人 洗衣机也不够 买个他板 就我知道了 也要大级别上千 就五百块钱 我要帮助三个人 不够怎么办 对不对 这样好不好 我想这个洗衣机 想到我跟你买一台二手的 就二手洗衣机 有很多家里面装修 洗衣机都非常好 在二手市场都不要了 你看这样可不可以啊 可以 好 到时候再帮你交会 好不好 那我们到阿州市场去 阿州洗衣机卖多少钱 都卖多少钱 四百块钱 四百 最低多少钱 四百块钱 跟你要多 四百 那我们再看看货币三家 货币三家 货币三家 你这个洗衣机卖多少千台 卖多少千台 卖多少千台 好多多四百 然后两个三百 你家也是安徽人 安徽的 安徽什么地方 安徽的 我是洗衣的 我是红的 你是红的 你是红的 你是那健身上晃的 晃的 晃的叫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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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晃的 快点了 知道了 知道了 这两个是给你介绍一下的 这两个不是我的女儿 是这边那个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学生 他最大的愿望呢 想叫陈叔叔呢 能给他买一台洗衣机 他妈妈打工啊 手都洗烂掉了 想买个洗衣机 我今天升岸了 就带五百块钱 我要帮助三个人 所以你看你要收我多 可能两个我就帮助不了了 你看这个洗衣机 给我这个最少能给他们多少钱 多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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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挣了钱来 你愿意说说 你多少钱拿了一个保钱吗 不拉走 我不好意思 多少 多少费一点 那你不能说 对吧 我叫你钱我也不好意思 没事 没事 对 多少拿一点 拿完 拿完说五十块钱 你看怎么样 行吧 行吧 好 喂 是彪哥吗 你好 我陈光彪 哪位 我是陈光卫视的 你好 你好 第二个车站挑战任务 他是一个那个 出租车司机 但是他现在呢 可能他一直在开车 他技术还不是很确定 所以有把他的电话 发给你 你要问他那里联系一下 好吧 好的好的 再见 再见 好 我是一个出租车司机嘛 每天跑车 十五六个小时 然后想休息一下都不行 然后休息吧 然后就耽误挣钱 各日一起荣黄 喂你好 喂你好 那个邪师傅嘛 还是你好老喂 你好聊 我是那个中国大好人陈光彪 颜彪哥是你啊你好啊 凡 contrary 嗨 巨师傅 我在地铁口附近不远的地方 就在这边 ministry to help.do it depends on the service IR todo 为什么特業点不及格了吗 不 其实因为今天到那个 到那个洪山那个学校 到这边太远了 坐地铁嘛 两块钱就到了 买票在哪边买 买票在这边买吧 我怎么买啊 好 这边走 这边走 这边走啦 真的是第一次坐地铁 感觉 南京地铁开这么多年 第一次坐 好 来 好 来 来 来 他现在改线了 改线了就是他这个头道可何点了 你是谢师傅吧 你好 表哥谢 你好 把车歇火 平时的时候不用车子注意节约低碳 我听说你有一个小的心愿跟我说说 我认为这个出租司机找到我帮忙 我认为他想找表哥给他赞助一个二手的出租车 我是开出租车的嘛 然后每天一点闲下来的时间都没有 然后我就想请表哥你有没有时间帮我开个一个小时的车 我歇一会儿 就是为你开一个小时车 就这个小时车 那来人我收不收费呢 收费 然后你赚到的钱还给我 好可以那我们上来 我们下来的时间 我带你来的时间 我让你来的时间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剛才水就要出租車了 不是,剛才水叫的你看看 沒有 沒有 上來 可以,上來吧 ,水柚院 水柚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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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飄哥對不對 有點像 有點像 是嗎 對 應該不太可能吧 看看 駕駛車 哎呦 哎呦 啊啊啊啊 真是喵哥 喵哥你怎么开出车啊 哎呀 这个出车家 是我的粉丝 我不认得他 每天开车累 让我能为他服务一个小时 我说可以 我说服务一个小时的钱全部给你 让我一个小时能帮他挣多少钱 哎呦 我们也运气好啊 哈哈哈哈 哎呦 表哥没打表 啊 没打表 对啊 好 介绍一下 这是成功要表哥 有意思吗 哎 我有办公啊 对啊 现在出租车驾驶员啊 挣两个钱都不容易啊 春节时候还不能跟家人投言 多少钱 你愿意给那个师傅啊 就自愿了 随便给他 啊 对 随便能给他多一点都可以 因为家庭空担他不让我给 好 那个发票给我们留一下 好 那给那个 对吧 好 好 好 谢谢啊 谢谢你们爱心啊 好 谢谢你们爱心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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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 标哥 你辛苦了啊 好啊 跑得怎么样 我跑得还是不错 反正你这几个小时 有没有休息好 休息好了 休息好了 好 这几个小时 我给你挣的是 三百三十八块 三十八 这么多 三百三十八 我没想到 彪哥一个小时 能给我挣三百多块钱 有人给我打工的感觉 还是挺不错的 晚上六点 陈光彪赶往第三项 微工艺申请人家中 申请人是十四岁的小魏 因为父母是双职工 平时工作强度大 一家人很少聚在一起吃饭 小魏想学会自己烧菜 给父母送上惊喜 陈光彪为此花费了二十一元 共计四十分钟的时间 成功完成了第三项任务 节目录制一周后 我们再次约见了陈光彪 为了了解微工艺的后续情况 我们拨通了第一组申请人 徐家姐妹父亲的电话 喂 是那个徐爸妈吗 我是标哥 标哥 对 标哥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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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天那个娘的女儿需要的那个洗衣机 后来他们送到了没有 送到了 用了没有 希望那个没有 上天那个娘的女儿需要的那个洗衣机 一会儿他们送到了没有 送到了 用了没有 用那个没用 怎么还没用呢 家里面地方小一点嘛 家里面地方小一点 家里面地方小 放不下 你家住了多少平方米房子 大概住二十个平方嘛 二十个平方 我们一家屋口人住的 那你还需要标哥给你改进一下的 给你住用一个一百平方米的房子好不好 不用了 谢谢标哥 谢谢标哥 怎么说呢 要靠自己努力一点 不能说老是光靠分子 对吧 现在洗衣机既然你们没有用 你洗衣机现在怎么处理的 等一下还有更比我们更需要用的那个东西的 我跟邓小长说了 叫他给捐个那个敬老院的 说要捐个敬老院是吧 嗯 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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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才跟这个徐爸爸聊完 又让我有一个新的想法 说实话呢 不是那天我帮助不到这三个人来谢谢我 发出内心的我真正的谢谢他们 这三个小小的慈善比我捐五百万还要开心和快乐 真的啊 对 断炼之前是一百五十多斤 半年时间现在减了三十斤 只有五米她的都吃二十多分钟 那还真是挺吓人的 她奶奶给她吃猪蹄 天天吃一天三个都吃 中午的时候半斤米的干饭 奶奶这个食谱是不是属于谁吃谁胖的那种 解肥了 把我女儿给解肥了 我现在就非常后悔 把身就是伤了 我好心疼 我想不解的 我们就是通过我们的无数锻炼 才能有一个巨大的改变 秦教练 我认为你这里的训练方式存在巨大的法律风险 我们这个社会需要诚信 需要诚信的慈善 再次感谢交通银行 对本节目的主角观面播出 下期东方直播室 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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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